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條大的跳個六顆 好不好 都摘幾顆 不用六顆就好了 哇塞 手足夠了嗎? 不知道 它這一瓶 特點就是 它的花本身就有熊花粉 本身就有熊花粉 而且它餅不是說很粗 沒有,這樣細細長 而且像桃子型 這品種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不知道它成熟的狀況 所以先摘個幾顆回去吃 一串然後還很大 很特別 你看桌果這麼大顆 這麼多顆還這麼大顆 這一串就摘這一顆 我們摘大顆的起來就好 多摘幾顆 如果多摘幾顆 剛好不能吃 還沒熟 這個就看 這個白色花粉這個樣子 這個就感覺上 這個應該就比較 這兩顆 這兩顆應該可以 所以這是白色 這個果樹是白色 是不一樣的品種 然後花就是兩性花 就是說 熊花粉很明顯 所以 那顆比較小 找那個留著 再摘了 再摘了 好 再找大顆的 看一下 哪裡 這個喔 變色 這個顏色 對,這個顏色有變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壞了 顏色變這樣子 果餅 果餅 跟那個 果餅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果實很大 啊 那個 國城 剛剛那個果 拿兩顆來比較看看 比較一下 讓你 然後 把比較熟的 然後之後 其他的再套回去 再套回去 你看 這是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顏色 那果形不一樣 果餅大小 你看這個是W4的 果餅很粗 果餅很細 有沒有 我再把它剪短一點 果餅很細 然後轉過來 這邊是平原的 這邊是尖的 那果城是用說 這是濾霸 所以是濾霸 可是我不知道 那跟我原子那個濾霸 表現又不太一樣 那你看 完全不一樣 對照一下 那我回去後手之後 再來開果看 兩者的差異 看哪一種 比較優 繼續採 再採兩顆 這顆嗎 這顆 這顆 不要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再再再 那好像看起來 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很多顆啊 這裡面也不用 等一下 你媽媽 還不在樓 當林長 那 你媽媽 還不在樓 好 再一顆 不要想 我覺得這顆可以 好,那這樣是6顆的 好,那這個就直接從這邊剪掉 OK 看一下 好,跟桃子一樣 6顆第一次嘗試的不同品系的 白飾冰淇淋果 我回去後熟看看,如果很OK的話 我們再來 我上次拿回去的架接字條是有成功了 那可是也不知道是 也不知道是哪些 因為架接很多位置 不知道是哪個位置 之後架接的時候再做標示 好啦,那今天就記錄到這邊 下次見 拜拜 長成串的耶 長成串的耶 好,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哦,我們下次再見